德木舰队群聚感染 确诊人数增加到28人 两名将官也被调离县职 眼看风暴越来越大 国防部今天到立院报告被寻 而部长颜德发坦诚四大疏失 包括疫情通报未落实 军方连检小组未落实完善检疫 在任务期间 官士兵防疫管理不够确实 任务之前 海军防疫的措施规划也不足 不过国民党立委吕玉琳透露 前一天要找部长颜德发开会前会 却找不到人 得知对方当时在民进党团 总召柯建民的办公室开会 在野党质疑提前套招 而今天质讯才刚开始 朝野立委就为了 要不要跟隔离中的舰队一兵 视讯连线炒斑田 知识人现在不敢视讯 本来人家都讲好了 盘石舰染疫风波 为了要不要和隔离中的舰上军官 进行视讯 蓝绿立委火气都很大 会不会被猎污 会不会被成为全民肉酥对象 他的家人怎么保护 国防部队推卸责任 叫扫兵最带罪羔羊 所以我们今天给机会 给这三位 如果要订就订大只的 如果要订就直接骂着 国防部部长就好 你公审这些小只的干什么 是不是 蔡英文多大只 不只程序协商瞧不定 蓝维更质疑国防部长 颜德发在被寻报告前一天 先和民进党立委 还有总召科建民会面 就被质疑再套招 我们召委说请你做解释 可是你说你到防疫中心要开会 没有说我要去防疫中心 昨天我不在防疫中心 回避串供怡云 但颜德发也坦承 国防部四大疏失 包含疫情通报没有落实 回来后军方连检小组 也没有进行完善检疫 官士兵还有防疫观念规划不足 警方在上去做这样的一个连检的时候 对于这个内容 或者对他的一个中间的一些医疗的报告 那恐怕就是要更仔细更详细 但疫情中心指挥官也呼吁 少点责难尽快把破口补上 把伤害降到最低 记者一线笑一致台北长导 感谢观看